來看總統蔡英文早起主持 今年九百年 六海空軍進入 中間的電影 今次的價格是有二十七人進行 有五個人進行中獎二十二的小獎 另外 將對一位的漢宮 演習 團公會頭一次 在東方機場來登開 環空港的草案 國風部也進行 也強調說 會盡量來減少 對進行航班的影響 總統蔡英文早起一百十年 六海空軍進入 中間有五個人進入中獎 二十七人進入少獎 總統在數的時候 特別說到國際國座 國南國座 都有具體成果 也快樂一年一期 六四君主改革 這次比秀組部進入中獎 包含正頓部南隊 自隊長 南特輝 在南隊 部下集體 院議 抹消文書 高雷 過兵 以外 台海政事件中 共軍加大邀大陸頭 勾嚴海空軍 身心中獎 如何正式部隊戰略 我仍會秉持 精一求精的精神 持續地 精實國軍的戰力 然後確保國家安全 在現今嚴峻的台海局勢裡面 未來 我也期許我自己 能一本初衷 報效國家 總統美方十九介入指導漢國 這位漢工演員團出的第一次 在同議長電腿環空港操演 目前不成為美方下集到期 不過議長操演恐嚇影響到航班 國防部正式 並且協調大陸 不管是要跟民力 跟我們的航管 跟我們的警察單位 來做一個密切的協調 那麼如何在確保國家安全 以及把這個對於民眾衝擊 所造成的這種影響之間 降到最低 這個部分就是需要進一步去協調 跟規劃的工作 將在美國國民意之處 無法度加快 美臺灣無起航運 國防部正真 目前初期進度眼前 還會最長的進行 航運進度都正常 另外七位台北門普瑞回答 是不是較長 軍修眼前的記者 國防部記者不必評論 記者綜合報道